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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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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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我们还 кас!"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熏тес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手指就會非常非常痛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學結他很快放棄呢? 就是因為結他設定不好 好,彈完低把位,我試試彈一下高把位 嘩,一樣那麼辛苦,那麼痛 好啊,看看十二品的延距 嘩,還離譜 找個延距測量測量測量 難怪得,差不多5mm 道理一樣,十二品延距過大 問題就出設下延距測過高 所以要調教這兩個問題 方法簡單而粗暴 第一,就是把上延距測磨矮些 第二,就是把下延距測磨 大家看到,我這次很隨便 沒有用到任何工具去量檔和輔助 只是夾著延距測在沙子機上面 不斷磨一下 原因呢,我有其他的設置工作要做 現在呢,就先裝兩個延距測試著 等一下呢,我自然會更加精確地去打磨這兩個延距測 好了,立即試一下低霸位怎樣 咦,和這open string chord已經很舒服了 去到第五品,第七品,bar chord都沒問題 好了,在第七品以上,用來讀咒又會怎樣呢 雖然我只是不斷磨下兩個延距測 但已經跟剛剛做起的時候有很大分別了 在文歌結他來說呢 如果你仍然是延距測太高的 我們還有一招的 讓我在這裡加上大家吧 就是利用這個調節板手 插進去音孔這個位置 有看到我之前的節目呢 都應該明白的了 在琴併的中間呢,陷入了一條調節桿的 而當你用六角視 順時針旋轉調節桿底部這個內六角呢 甚至琴併就會向後咬了 從而呢,也都會將結他的延距降低 但是這個步驟絕對不能操之過急 因為一邊呢,順時針條呢 弦線呢,也都會越拔越行的 一次過調太多呢,可能弦線都會拔斷的 所以呢,最好參考一下這個延距測量尺 上面的建議呢 例如Acoustic Guitar的第六弦呢 最大都是2.8mm 而第一弦呢,最大都是2.3mm 按住自己對手感的要求 慢慢調教就好了 調完調節桿之後我再彈一次 哇,更加順手了喔 是否有中心思維促那些 既然大致上結他都能夠用得啦 那麼呢,這次呢,我就要換一套更好的延線 而趁拆開延線呢,我就會將這個下延枕 再精細打磨一次 而且也順便安裝這個Undersaddle的吉他Pick Up 這個手術首先要在琴橋上面轉一個3.5直徑的洞 將Pick Up的插頭在這個位置插進去 直至可以將整支Pick Up放進去懶枕的槽裏 由於Pick Up本身都有1.2mm的厚度 所以這個懶枕是不是都要磨薄1.2mm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之前我是隨便磨一下 現在我就會用上這個懶枕打磨工具夾著一塊懶枕 然後利用這兩個螺絲精密地調節這個懶枕突出1.2mm 之後就放到沙紙上面打磨 懶枕的高度就會很準確 之後就輪到裝吉他Pick Up的輸出 這個輸出位置就轉到吉他Pick Up 過程就自然要很小心 因為一個不小心就會轉到吉他 我們會先用右的鑽嘴開始 之後就會轉用更加粗的鑽嘴 而最後就會用擴空器 把孔擴到12mm直徑 而Pick Up的大麥插 就要在吉他內部插出來 然後在外面用絲母收緊 之後就輪到這個Pick Up面板安裝了 又是要很狠心地在吉他側板上轉上兩個洞 再慢慢擴空 直至可以安裝整個面板 一切就緒 就要把三樣東西都插線 入去Pick Up主機裡 第一樣要插的就是這個加震喇叭 它是可以放大吉他的聲音的 而第二樣要插的就是Under Shadow 這個Pick Up 最後就拆開吉他的輸出端 開啟了主機 只要你在吉他上面發出一些聲音 加震喇叭就會起作用 所以只要把這個加震喇叭 貼在吉他背板上 將來Pick Up收到的聲音 就會透過這個加震喇叭 震在背板上 從而將吉他的聲音擴大 不單止這樣 我們待會還可以利用吉他的音箱 作為一個藍牙喇叭 好了 做到Pick Up都完成安裝 就做完手尾 我找了阿希幫手 在琴柄上轉這個洞 安裝一顆跨吉他帶的配件 之後當然是先換上一套靚線 又再試一試吉他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吉他的圓聲 先看大拾弦 然後呢 再開了Pick Up 加上這把Reworked和chorus 大家又再聽一下 看看聲音有什麼不同 好,剛才我提過這個吉他還有一個功能可以作為藍牙喇叭使用 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大家有想不想到可以发展这个吉他的什么功用呢 其实可以一边播音乐一边和吉他一起借音乐都可以 今天的节目我主要教了这个文歌吉他的setup 其实同样的setup方法是用在古典吉他都可以的 只不过一般靓的古典吉他就没有调节杆 所以弦距只能靠打磨这个上弦枕和下弦枕去达成 还有一样需要注意的就是尼龙线的摆动是较大的 所以弦距就较为比这个钢线吉他高一点就对了 只要谈弦的时候不会有打笨的情况出现就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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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今天这么详细的解说大家应该明白了 吉他的setup是不等同于调音那么简单的 对于上弦枕和下弦枕的高度 弦线和品色的距离 我们都要做很精卓的调节 结他才能够达到可以演奏的状态 今天也花了这么多时间解说 我还要将这两个结他再进一步 设得更加好 因为接下来的几天我就会请了一些嘉宾来 帮我试弹这两个新组器的结他 当然这两个结他主人来拿结他的时候 他们都会试弹的 如果大家都想听一下这两个结他的音色 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记得留意之后的一集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卡老师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订阅 加一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